我们经常看到影片当中很多男明星在上演动作戏啊 飙车戏啊的什么都特别速度与激情特别帅气 但其实这些戏在拍摄的时候都很有难度的 是的从这个粉丝就可以看出来 粉丝啊在男明星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呢会尖叫 如果这些动作没做好的话 他们也会担心的尖叫 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有危险性的 弄不好明星啊就会容易受伤 这不前几天韩星崔史源就在香港上演了一组飞车戏嘛 看一下 虽然已经是半夜了 但是在香港的金沙嘴还是看得到众人忙碌的身影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随时都有可能遇上个把明星 今天在这里亮相的就是正在忙着拍摄新电影 赤道的韩国型男 宿客猪尼尔成员崔史源 影片中崔史源饰演的是一名客警 既然是硬朗型男 自然少不了金哥铁马的戏份了 崔史源一身灰色的西装打扮 跨坐在摩托车上 虽然只是侧脸试人就已经显得十分帅气了 再加上铁马相衬 更是镜像成熟魅力 崔史源一边拍戏一边还不忘与围观的人打招呼 您这道是够悠闲的 为了秀出崔史源的帅气模样 拍摄时甚至连头盔都没有戴 真是让粉丝们担心 不过咱仔细看 这摩托车下面还有拖车呢 想来也是 如果明星不戴头盔 就在马路上真枪实弹的上演飙车戏码 万一出了岔子 后果可是很严重呢 而且不光是保护措施做得好 再加上经验丰富的香港著名武术指导 钱佳乐在一旁保驾护航 深色紧张的认真的安排走位 确保安全 相信欧巴的粉丝们可以输一口气咯 据了今天的欧巴尼要注意安全的 报答